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给大家看我被那个XApp 他把我堵住了 因为他说我违反他们什么规律啊 这个我不知道我违反什么规律 我只是说美国不应该强奸合法 这个是我最主要要讲的 美国强奸合法 很多人自杀 是很多女生自杀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在中国都要被判死刑的 像他们这样子 所以你看 就是给你们看 所以有的人 那个小哥不是被那个YouTube堵了 就是有他们观点跟你不一样 他们就会给你找麻烦 你看我讲这个有错吗 我说警察说他们只帮助有钱人 为什么警察只能说他们只帮助有钱人 从人的案件丢掉 你觉得这样子对吗 还有就是 无罪的人 就是判死刑乱判一通 然后还有说那个军队啊 他们不喜欢你就把你谋杀 然后就说你自杀 这样也不对 还有就是你看 这个法官都判强奸犯 哪有这样子判的 神说这些法官真是头脑有问题 就是他们自己有精神病 还有很多就是离婚的 妈妈都看不到小孩 你看他一让他也不让他的 女朋友看见小孩 这样也不对 神说那个美国都是帮助有钱有势的人 法院不是应该要帮助有势的人吗 所以他们也是乱来 所以我讲这些观点 都刚好讲到他们的痛处 然后我最近 昨天和今天都在看那个医治的经文 然后看到医治 你用哪一些 就是像你煮一道菜有哪一些东西 然后看医治 他有一个经文 就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不要低估喜乐 所以有时候我要上那个YouTube 看一些开心的好笑的视频 这样心情才会好一点 然后 我下个星期也要教一些课 所以我感谢神 神就在这方面给我开路 就是去教一些心理健康的课程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也希望那妈妈要轻松一点 许丽丝高法医 许丽丝上高法医 我觉得神有在重用你们 就是你看这个案件 其实是带出很多台湾政治需要改变的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转锐点 好我们来祈祷 主耶稣求你大大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替你发光 神啊 求你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彰显 复活的生命彰显 神啊 求你 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安慰我们的心 安慰医治我们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